一直到2016年 蛀蛀姐送了一隻烏龜 國民黨想說又把它湊成八隻 沒有想到湊成八隻蛀蛀姐 竟然說它送的這個龜是鹿龜 那水土不服 所以才出現了患蛀風波 它那隻30公斤 很大隻 因為當發生過 所以那個七隻烏龜裡面 有一天晚上就敲門 所以那個黨工打開 沒有人 怕死 他想說那隻30公斤 如果來 撞門 很大 比進場比較嚴重 所以鹿龜跟水龜本來就 什麼時候來撞門 它中間發生了一個 有一天 就是有一隻烏龜跑出來 跑出來就去敲國民黨那個辦公室的那個 烏龜又撞門 那你就要在那邊 沒問題 烏龜就撞門 太多了